我覺得台灣真的會 序號的非常嚴重 因為它一方面面對內部 這種問題 這個不會簡單 對不對 我現在簡單講 不知道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對不對 這個每個人都 不是只有幾個財團 所有的市民都在想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公民社會 現在我們這種公民組織 這個運作 還是泰國 所以想要進入 這個公民社會 能夠讓這個公民社會 發生這個效能 還有努力的地方 對啊 對啊 可是台灣如果做不到的話 那你看以後這些進鑽試口 會不會更長 總是覺得台灣真的是在 全世界很重要的一個 位置點上 因為它是由一個權威變成 開明 那現在金鑽試果跟FISTA國 這一國家都是 他們的對象不會是美國 不會是歐洲 因為它的體制都不是 跟台灣一樣 現在這些國家都是威權 對不對 然後因為經濟發展 還開始出來 所以我在現在才會如果 好好做這個東西的話 那未來其實是有機會 在世界 變成重要的機會 我們還是要樂觀的期待 好 好 那 那你覺得像那個 比如說華光社區現在有 學生組成的 很重要 他們就辦一些工作 在 邀請大家來提案 或者是過去 去年 中和的四號公民 也是有 那個 新北市的顧問去辦的 到公民來提案 這樣子 這樣的 這樣的形式 或者說這樣的 能量還夠不夠去 衝出那個地 而且就是說比較民間主動 這個我想大概也會到底 就是說 這個事情 逐漸的變成一些案例出來 往下華光他們在 黃書北他們在提這個 大家來提案 像前年齁 你剛講那個 新北市的社會市 那我們就幫助了幾個社區 一個是 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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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僚 對不對 那政府在那立那坦 那時候就 荒了很多所謂 治水的預算 要去把 那個雙溪上面做提防 這樣下來 那每次去坦 居民就抗爭反對 因為他覺得 不是提防問題 而是政府沒有去輸去嘛 因為以前做道路 就把很多垃圾就堆到 沙死就堆到那個河溝 那所以重量是輸去呢 不是 他覺得政府每次做提防整治 就是 石頭也沒 那個也沒拿出來 就在裡面撥一撥就拿一筆錢走 這樣 那明年颱風來 再找快手在裡面撥一撥 可是他覺得應該輸去 那 以前大概就是 居民就抗爭 然後 政府就去 台下去做一些說明 或者什麼 那我們那時候 就跟他組織一個 也是一個工作 就帶著居民畫一張圖 那我去組 他來告訴我 什麼時候 在哪裡 他們看到什麼問題 有什麼時候 那時候坐那裡有一條快速道路 那政府把零沙都堆到裡面 那當然看得到嘛 那或者是那邊挖煤礦 會煤沙堆在哪裡 我們去調查 以前的地極圖 像那個雙溪國中市在 會進去 今天跑出來 那那邊的房子是 圍上這樣慢慢蓋出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張圖 這張圖就拿去跟市政府打仗用 就有用啊 因為 所有的資訊都在上面 有沒有騙人 有沒有騙人 你政府去查 我們後來就把這張圖 送到水利署 他就跟水利署 委託一個顧問公司 花了幾千萬 做一個計畫書 那兩個就當做一個 對照組 就開始來跟 提出一個比較合理的提案 那另一個是福州 福州 福州前陣子談那個 合宜住宅 對不對 那福州以前是因為 沒有提防 所以以前淹大水 那那個地方就被陷建 福州大家知道 用板甲要到樹林 那個福州就是水中的小島 對不對 大雨來就淹住 那 所以他被禁建建 可是後來提防 做起來 那政府就開始要來做這個地方的 公司計畫 那所以居民就在想什麼 想我怎麼樣去做這裡 他們就出一個白皮書 居民的一個社區規劃 是帶著居民這樣討論討論 所以他們 因為這個地方還是很多 弱勢人住在裡面 他們說我們要好的生活環境 我們要好的公共設施 因為對 弱勢的地方公共設施最重要 他們要老人的一些活動的設施 就寫了一本所謂白皮書 所以後來政府在做這裡的都市計畫的時候 他也找了這群人去開會 你知道這個意思 所以我覺得 慢慢 在 是有些事情 在 在改變 那現在回來挑戰就是 我們 公民社會要有方法 要有個方法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些 我們想表達的東西給兜起來 我們也會講道理 我們有知識 我們有學問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也會講清楚事情的來容許 嗎 我是覺得 在這樣的一個 如果以法方目前的狀況來看 當然你說現在 社區在做提案 政府有沒有機會再聽進去 這我不曉得 可是這件事情絕對是重要 不只因為滑光 是 未來台灣還有非常多的事情 事情要這樣 那當然我也知道 政府 經過這麼多的事件之後 再來也會慢慢謹慎 那那個時候就對話空間就會開始跑出來 那我剛剛提到 其實現在很多問題 如果你要放的時間 一百年來看 搞不好我們現在是一個 關鍵點 因為以前的歷史留下 這個債務大家知道 有騷擾 現在我們還在處理很多歷史的問題 你說政府 出席者也是啊 可是他們也 你說到這個公園 要每個人都轉的那麼容易嗎 好像很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把它放到 比較長的時間來看 我覺得這幾年應該是一個 這二三十年 包括未來可能還有十年二十年 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那未來會是怎麼樣 可能我們還是要 看看能不能改變 不然的話好像 也就這樣子 不能改變就會別的改變 所以像這裡面就會開始談到 像大家關心的術 對不對 關心歷史 你說這個歷史跟術 是這麼十股優情的嗎 應該不是嘛 這也是很未來啦 你看城市的術 這絕對是未來學啊 對不對 我們所謂氣候異變 你不要以為氣候異變 是很遠的事情 我現在講個術字 你就知道那個 那個物體也重到 我們現在台北市 新術計畫區 是最新的故事計畫區 它的排水溝的溝徑 一小時 的設計喔 可以排多少你知道嗎 七十九 坐雨量 就是雨下來一個小時 排七十九 還有沒有 我們現在每次下大雨來多少 啊 午後雷陣雨來多少 一百兩百對不對 現在 日常常來 我們現在每次 最近又要開始 如果下大雨 台北市又猛丁 又要淹水 那這個不淹水才關 因為排水溝才能排七十九 可是我們一次就來一百兩百 那以前當然不淹水 因為怎麼樣 很多碰地嘛 所以水就在地上流然而去 流然而去 最後才留不到排水溝 那現在故事已經開發這麼多 所以這個問題就這麼的嚴重 有很多地方才四十 這個是最好 七一地方去四十九 很多地方是四十九 四十MMO 那排水溝就一點點 一個小時就排四十 你說不淹水才怪 我就躲了 我已經躲了三浪了 三浪普石流 對 那這個 所以現在政府齁 最近很節 他就告訴你說 如果 淹水 半小時內可以排掉不叫淹水 可是你的地下室已經滿了吧 你的愛車已經泡了吧 所以奉獻各位如果地下室的話 你要去做防水渣嗎 沒辦法 這是台北這個省市的 你是把水搭的沒有中 有啦還是有用 因為它會進 因為那個水是直接進那個 你的那個地下拔跡的那個嘛 要排去雨水 那雨水下面外面是滿的 它會溢流到你 我們的這種西北雨 除非颱風就不用講 就是因為台北市就是去年很多 很多這樣 很多這樣 我講的是那種西北雨啦 就下個半小時有沒有 那水就淹起來 那當然颱風就要 各位的車還是要開出來 就是暴雨 暴雨就會這樣子 如果颱風的話 車子要開出來嘛 對不對 現在都這樣 好 那 所以我剛剛講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那個樹 或是我們希望留很多的泥巴地 這個絕對不是屍骨悠情 對不對 好像很多人浪漫的想法 已經不是了 台北這個城市真的不適合住 你永遠講的沒有錯 因爲什麼 因爲這件事 未來的台北市的水不是從 什麼蛋 什麼老共 把石粉水布炸掉 然後帶水和灌浪 不是這件事啊 而是怎麼樣 從天上來的事 就讓我們受不了 對不對 你一輛車一泡 你就知道 那個慘狀有多慘 這個是 那你說城市歷史 是一個舒服悠情嗎 不是嘛 對不對 那也包包非常多的教育 對不對 他也包包非常多的 我們開始對一個所謂 老齡化的社會的思考 所以我們的歷史建築 再利用 就不應該只有做成 咖啡廳 做成一文空間 應該怎麼樣 好好思考老人的設施嘛 對不對 像日本的5G不是在 喝咖啡跟做展覽的 都在談老人的設施 所以我們好像只有在談那個 喝咖啡的那個 還是可以創造商業價值 對可是這個城市怎麼樣好 然後住下來其實 他的價值會更 就是政府應該去 佩附這件事情 好 我過去就是認為說 只要創造經濟 對我們就是幸福 而不是說你幸福裡面 經濟是一個重要因素之一 還沒有這樣 因為這個中國窮了幾千年 因為以前我們小時候 碰到人都是說 你吃飽了沒有 所以這個思維不是那麼 可是經濟 有創造經濟價值 有沒有 做到現在台灣的文創 有沒有創造出什麼資歷價值 沒有 因為經濟應該 實產就是講產業計畫 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產業計畫 我們只有空間計畫 對不對 從沒沒有創造經濟 都丟在水溝裡面 我們文創 最後剩下什麼 公仔跟公仔 那能夠做多少 就像我剛才講那個 蝦皮膜也是一樣 我們只有空間計畫 沒有產業計畫 這個概念 經濟也是一樣 經濟應該要來談產業計畫 可是我們永遠集不出來 就會讓某些學者 就是說 人創產業就是台灣的未來 那我去開啟智慧都快遇到 他每次告訴我們說 哈利波特什麼魔戒師 那跟台灣怎麼關係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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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